8月1号,成都大运会游泳项目正式开赛 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465名大学生运动员 报名参加了游泳各项比赛 其中,有不少来自世界顶级名校的运动员混迹其中 他们是如何做到身强体壮,还聪明过人的 近日,在成都大运会游泳赛场上 中心设计者与一群学霸运动员聊了聊 我工作很努力,我学习很努力,我游泳很努力 所以,它有很多项目的选择 但是,很多东西都帮助了,例如 SAT,游泳, extracurriculars,学习和其他东西 你真的要确定有一个线程序 它就顶着他好吃的工作 在中学的时候,因为我游泳成绩比较好 然后,读续也不错 所以就跟斯塔福的家庭联络 然后,他觉得我适合在斯塔福游泳 所以,他提前就收了我去斯塔福 刚刚读完第一年级,再读电脚工程 你也想做出了一段时间的工作 我的 Athletics helped me get into the school 但我真的觉得 也许 athletes 是很变化的学生 我许多有一个设计 我许多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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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工作的 还OK啦 还是 average average student这样 我没有那么聪明的 我的学校也是挺帮助我们 这些运动员的 因为 我们的timetable 可以 acombadate 我们的 training schedule 所以我的上课时候 就是在中午时间 好像十点到两点这样 两点有一两个小时休息 才四点开始训练 比完这个比赛后,我只想重复在我的研究 最后一年了,所以想读多一点书 A-Level, Neuroscience and Psychology 所以,你只要找一个平衡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秘密的 我认为是很好的时间管理 就是平衡你的诠释和游泳 我认为这一定帮助我 帮我把我的研究毕竟每一次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看自己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就比如说可能我现在 我还是会将重点放在运动训练上 然后等到可能一定的年纪 完了之后可能再会把重点放到学习上 就还是希望大家有自己目前的一个目标 去平衡一下到底现实当下 自己应该如何去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我就是想做我有兴趣的东西 然后我也做得好 所以我就可能为其他人就鼓励他们 第一就选择你有兴趣和让你开心的东西 然后如果做得好就继续做 如果做得不好可能就找其他的东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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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